最近親王哥拍賣市場上頭 非常討論度 熱度很高的一台車 就是它 是一個賓士最早最早 夠大喜足的一台防彈車 原因為何呢 原因來是它的主人是希特勒 沒錯 它的主人就是德國的 之前我們講過 惡魔元首希特勒 那這是希特勒它的座車 而且這一款車款 它是賓士的770K 這款車款本身當時製作就已經很少了 只有大概200台而已 而且當時除了希特勒之外 少數的納粹官員以及誰呢 以及當時跟它比較要好的 比如說日本現在天皇名人的爸爸 裕仁天皇才可以有這台車 還有比如說像教宗 他才能送他這一部車 所以你看當初的量 只有200台已經很少了 可是後來留下來只有幾台你知道嗎 只有5台而已 而且5台裡面有3台是在什麼 在私人收藏家的手上 所以市面上已經找到它非常的難 市面上只剩兩台了 對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 這一台要拿出來拍賣的車 它是被證實是希特勒當初 跟意大利的獨裁者莫索里尼 當年在1939年的時候 曾經一起坐在這台車上面 真的坐在上面的一台車 你看看這是歷史的照片喔 所以你看這希特勒跟莫索里尼 就坐在這個車上面 然後呢他們也坐著這個車去幹嘛 去閱兵啊 所以當時這部車呢 在1945年的時候 是美軍在德國佔領區裡面找到的 而且當時呢 一開始也沒有想說這台車是希特勒的 那時候以為說 這應該是他的第二把手啦 他的這第二把手叫做賀曼格林 他的車子 那所以當時以為說這是他的車 可是沒想到一追查下去 才發現說這台車 照片都找出來了 還真的就是希特勒當初閱兵的理車 所以那個時候呢 美軍發現的時候 趕快把這台車幹嘛 趕快送到美國去 因為它有特殊的意義在裡面 所以大家就會好奇說 這台車到底應該值多少錢 我們郭姐不論是他做的這台 我們看之前同款的車 在拍賣市場價格也很高喔 而且那是幾年前你知道嗎 44年前在1973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有個斯科茲戴歐的拍賣會 同款車拿出來拍賣喔 同款車而已喔 在當時拍賣的價格呢 已經是15.3萬美元 以用現在我們的美金去看 好像是450萬 可是你如果用44年前的價格去看 這價格在當時已經算是很高很高的價格喔 天價 而且更重要的是 同一年又被拿出來轉手再賣 是 被拿出來轉手再賣的時候 同一年而已喔 就增值了30%喔 所以你想想看 等於是同一年 它從15萬美金變成大概將近20萬美金 折合台幣用我們現在去推估也有600萬喔 你想想看 一年可以增值30%的產品 這樣的產品你到哪裡去找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這顆車一定被拿出來說 希特勒惡魔元首的座駕 被拿出來要被拍賣的時候 馬上引起各界的重視 對 國際市場都在討論喔 不是它的座駕都曾經創下 這麼高的當年的天價 那麼這台車到底最後會值多少錢 我們先來看看 希特勒跟賓士是很有淵源的 對 因為希特勒其實很喜歡賓士的車 當初它的淵源是這樣子 因為在1924年的時候 希特勒當時在慕尼黑發動一個政變 發動政變當然沒有成功 他被關到監獄裡面去 可是他被關到監獄去的時候 你知道他做什麼事情嗎 希特勒竟然寫信給他在賓士裡面 做經銷商的好朋友 跟他說 我出來之後 我要貸款去買一部賓士車 而且他對賓士車的興趣 高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高到希特勒自己在親自畫圖說 你們賓士要這樣坐車 才會更好看 更理想 功能更好 他有他的想法就對了 對 所以你會發現 希特勒對賓士非常有興趣 所以後來人家統計 希特勒買了幾部跟賓士有關的車 你知道嗎 買了44台 這麼多台 絕大多數都是他當元首之後 收藏起來的車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賓士車商 你會不會對希特勒覺得說 元首喜歡我的車 倍感榮幸 所以賓士怎麼樣呢 在1930年的時候 特別為希特勒幹嘛 為他打造他的專屬座駕770K 我們剛剛看到那一台 對 而且K這個意思 是告訴你說這台車 還要加上防彈的功能在裡面 所以對希特勒來說 專屬座駕然後又有防彈的功能 他當然做得比較安心 而且他裡面怎麼樣做防彈的功能 首先是什麼 他的這個玻璃的部分 要加下強化的材質 所以他裡面呢 大概有差不多5mm左右的強化材質 在他防彈玻璃的部分 很厚一片 對 然後再來是車門的部分 車門的部分本身厚度 就已經是20mm左右了 其中呢 大概還有大概4mm多左右 給你加進防彈的材質進去 然後更重要是哪裡 他連下面車的底盤的部分 他都怕遇到地雷 所以他連車的底盤的部分 都特別加強化這個防彈的材質 去做強化 所以他又多墊了 大概4.5mm的厚度在裡面 所以你看希特勒 面對這樣一台車 你覺得他愛不愛 很愛啊 又安全 移動的堡壘 然後又不怕被人家突襲 所以希特勒愛死這台車了 所以希特勒當年 在1939年的時候 他除了把這770K 當作自己的專屬座駕之外 希特勒還公開講什麼你知道嗎 希特勒公開講說 我不能容忍其他車廠製造的車 也就是說非賓士莫屬 我就只要賓士的車 他真的是超級賓士控 對 所以你會發現 希特除了賓士車以外 他通通都不要 所以你發現 這台車對他來說就很有價值 後來也發現什麼呢 就是說你看 直到1942年為止 我們剛剛講 他有44輛賓士對不對 可是這一款770K的 防彈型的轎車 大部分其實都在戰爭裡面被摧毀了 只有希特勒這台座駕 跟另外兩台的原型車被保留下來 那所以銀婷你想想看 這一款車 你覺得它應該要值多少錢 我覺得真的是大災問了 其實部分在座的汽車達人朋友們 這個如果在國際市場 月桐 你也有在看國際拍賣嗎 如果真的是這一台的話 應該價格很可怕 過億是一定的 過億喔 回到過億 40幾歲以上 超過幾年 對 才是到幾億 這個就... 其實因為我們對這種車子 沒有那麼深入的了解 所以會比較... 事實上這款車子 事實上大家都在猜 希特勒站的這部770K 到底流落何方 大家都在查 事實上因為元首座駕的話 就像我們今天對元首座車一樣 它的車牌跟它的車型 有時候會調換的 所以你不一定看到這個車牌 看到那個車子 就是同一款車型 所以至於它的 就是說它做了這麼17輛的 這種防彈車 事實上17輛防彈車 當然都是保密的 有些是給赫曼戈林 就是空軍援賽戈林 有的是給希姆來 就是他納粹黨的頭子 然後另外還有其他人 這些車子來說 他們都有他們不同的身價 大家也在查 這是誰的 這是誰的 其實很難查 因為這都是機密機密 只有它原始檔案才查得到 大家後來都在查 事實上我自己也看過 這770K10車 事實上在德國 新斯蘭這個科技博物館 在德國博物館 就藏著這一輛車子 然後這輛車子 目前在國際市場上 當然剛剛已經講到 就是說有三輛有幾輛 在私人收藏裡面 這私人收藏來講的話 價格就很難講了 因為就這五輛 今天只要一輛撞毀 或怎麼樣 它身價再跳上去 所以我當時我所知道的是 有個俄國的富豪 他就對這個車子 他也很有興趣 所以在2016年 2016年的時候 他曾經有探尋 要買這款車子 他喊出價格 大約是在多少價位 在600萬美金 到1000萬美金之間 他敢喊 就一定有人敢丟出來 所以說 據說有人願意割愛 而且這部車 好像也已經成交 也帶到了莫斯科去 但是這沒有確定 因為這種私人收藏 你有時候很難看到說 到底怎麼樣轉換 他還寧可不公開 對對對 然後至於我們說到770K 剛剛也講到 這770K真的製造數量很稀少 他從1930年製造到1943年為止 他也不過205輛而已 然後其中還分成兩代的車型 W07跟WE50 這兩代車型當然都一定有收了 然後這770K 看這770K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代表它的動力性能 它7.7升V8的機械增壓引擎 這機械增壓就是後面 它770K這Compressor 我們後來看這賓士怎麼 吸200K 這K就代表Compressor的意思 就是它有機械增壓 然後它的最大馬力是200P 然後他剛剛也講到了 這部車子它貴重在哪裡 貴重於在這部車子 是賓士及它的怎麼說 它當時車廠是精華 放在這部車子上面 這部車子已經是當時 動力的一個先進動力 加上它的設計很豪華 我們先不要講 希特爾當時怎麼畫賓士 因為按照我對希特爾的了解 它的美術天才 的確是有它的一個小天分 但是用於機械設計來講的話 它並不是它的專長 它只能夠闡述它的想像 是神秘亞而已 對 這樣子 所以當時賓士當然還是 按照它的一個怎麼說 大器的格局 你看賓士長久以來 它就是為這種王公貴族 來設計車子 所以當它設計出770K的時候 它就打從去說 這部車叫Grosser Mercedes Grosser就是德語的偉大的意思 大的意思 所以這部車就是一個 當時就是賓士最豪華 最棒的車子 如果在拍賣市場上 算是可以增長的車款的話 它必須必然具有某些特質 像什麼特質呢 葉師傅 如果要問我的話 第一個它一定要限量 而且越稀有越好 再來就是它在當時 要有很突破性的科技 不管是性能也好 或是它的材質也好 對 然後再來就是絕美造型 還有一個其實是很重要 就是這個品牌價值 對 如果它是一個 原本就是一個 很厲害的跑車品牌 它打造出來 一定大家是爭相吹捧 如果是一個默默無聞的 那可能就還好 那或者是品牌已經消失的那種 搞不好也有偵察 你看大家收它的起心動念 對不對 智希 那你認為呢 我認為是要在原本的版本上面 推出一個更限量的版本 譬如說法拉利488 就變成488的Speciale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價值 大家的路線不太一樣 對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 特別的東西上升 然後它也有限制一個量 那我覺得這個量 就會導致於大家去追 去訂購 那它的二手價也會非常的好 對 岳童你呢 我覺得產量跟戰機 產量 戰機 你還要看戰機 對 因為我們接觸是跑車比較多 那跑車有沒有在賽場上拿到成績 這個也是它會不會增值的關鍵 那如果產量太多的車子 一般來講增值的空間會非常小 其實從我們剛剛在談這個 所謂的惡魔元首的座駕 你有沒有發現它裡面有幾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是稀有性 它真的很稀有 你找不到幾個可以替代它的 第二個是我覺得是它的價值跟故事性 就是你光是從希特勒 就是坐在這部車上面去閱兵 進去幹嘛 這些等等敘事下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台車子它的分量是不是就更多 當年威風鈴鈴 對 當年它是怎麼樣在這上面的 就是你可以想像出那個畫面 然後所以你會發現 這種所謂的稀有性搭配它的故事性 兩個疊加在一起的時候 這台車的那個分量 當然就增加很多 你想想看 國際間的富豪們 其實追逐的不就是這樣的產品嗎 富豪們要的東西 第一個 這個東西別人沒有對不對 就跟女生在穿衣服不希望撞衫是一樣的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當它在跟其他富豪在炫耀的時候 我可以講出一篇又一篇的故事 證明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還不是同樣是 770K的設置可以比例的 因為它的東西 它的特質是其他所沒有的 所以同時能夠符合 我講的稀有性跟故事性 我覺得這個產品本身就很有競爭力 2203 2205 12 2206 1 2